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兰天对柳大华的对局由我和李鹏大师为大家进行现场讲解 好 那么这盘棋张兰天是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大师 而柳大华老师是全国著名的全国军特技大师 张兰天在前年的时候也代表我们上海队参加过全国的奖级联赛 现在目前也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 应该说他的棋力也非常的不错 属于上升期 对 属于上升期也比较年轻的90年代的棋手 那么柳老师应该说是一位50年代的棋手 应该说现在已经是退休了65岁了 现在能下到这样的成绩已经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 可以老当益壮 那么好 我们看棋局的进程 红方 POWER PIN5 8进7 2进3 那么刘老师是抢进7足 最近一段可能大家走这个曲头屏风码比较多 比较流行 对 那么抢进7足的意图呢 往往是可能希望选择更加激烈的对攻的变化 那么也符合刘老师的这个棋业风格 G2进6 马2进3 那么张蓝天呢 没有现在选择流行的兵器进1变化 选择了马8进7 浪黑方呢 兵3进1形成了这个两头蛇的变化 布局 那么红方 直横车 这是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局面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曾经黑方的常见招法是POWER G1 对 那么POWER G1以后呢 黑方 红方选择的是退巡河局 这个作为这个交换来说呢 就是双方利弊参半 那么感觉上呢 说红方呢 局一进一退 是损失了先手 但是呢 巡河局呢 却针对两个两头蛇 对兵 又有他有利的一面 所以应该是 这么下是一个两分的局面 那么这盘棋的实战呢 刘老师选择了一个向三进五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式的变化 对 那么老普翻新 这说什么旧瓶装新酒 是 对 那么向三进五之后呢 这个张蓝天 这个都是很 很好的一个布局 这个节奏 直居过河 横居 站类 那么今后引服的这个布局手段 就是盘通马 这已经是标准的一个盘通马的阵型化 那么黑方 十四进五 当然在这个局面下呢 好像有一些 骑手更积极的下发 有马七进六的 这样可能就会展开 如果是马七进六的话 红方会选择怎么样的变化呢 还是要别无尽力 如果黑方拱七足的话 如果拱七足的话 就要是平私一抓 这样呢 黑方可能就要对冲 展开对攻 那么红方比较积极的下发呢 可能是冲下去 这样 如果你吃的话 他可能就继续抢功 然后你补试之后 他再把马吃回来 形成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局面 那么刘老师对这个棋呢 肯定也是深有体会的 在这盘棋中呢 可能作为老棋手 也是对这个年轻大师的一个考验 考试 这有老变化 你会不会 因为一般的年轻棋手 对目前的流行的布局呢 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那个对局呢 现在对局库里面的对局 也是比较多的 现在 丰富的 所以呢 有些年轻棋手呢 对那些就是 以前老师的开始 50年代 反而呢 是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呢 刘老师呢 我觉得这盘棋 他也有赛前的 作战的意图比较强的 对 刘老师肯定是 有他的一个 对这盘棋的一个期待吧 那么选择一个老师的变化 考验年轻棋手的应变 能力 那么这个局面呢 红方也是别无选择 兵武进一 这样呢 他现在红方感觉 从布调来说 还是非常满意的 为什么 过河鞠压住 黑方的左翼 内鞠控制 这个黑方右鞠 右鞠的出动 对 然后呢 配合盘头马 向黑方发起进攻 子力就是比较集中 六个大子都处于 比较好的位置 而且出子的这个步调呢 就是非常的节奏 也非常的 好像感觉很舒服 没有什么废棋 效率都很高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黑方其实是 对黑方是一个考验 因为如果你不做出一些反应的话 让红方这么 步调非常好的推进的话 就比较难下 比较会很被动的 对 那么这时候呢 刘老师 应该要对局 他先走炮二进四 因为这个棋呢 黑方认为呢 红方这个盘头马 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威力的 那么他先浸泡 有两个好处 一个呢 是对你的这个盘头马的攻势 有一个干扰 再有一个呢 通过这个打兵来掩护 今后 红方可能 可能对黑方 这边的鞠马炮的一些攻势 那么一招两用 完了 司机今后有机会的时候 待机对局 削弱他的中途进攻 这应该是他的一个 这个炮二进四 也是经常就是 对付红方 激进中兵盘头马 这一个手段的一个找法 一般情况下 我们就是有一些企有 问说盘头马挺厉害的 这怎么能防范呢 一般我们都教他几种方法 一种呢 能还中炮的还中炮 对 不能还中炮呢 换掉的一个 换掉一个 对 让他的那个威力减小一点 对 他一个马 就比两个马 他肯定攻击力要弱一点 安全性也差一点 那么实际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布局一个 可能向中局推进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 红方如何选择下一步的进攻计划 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这个棋中实战 张兰天选择的是兵器禁一 他的思路是什么 他想通过兵器禁一 兵武禁一 连弃两个兵之后 然后先把马路打开 然后在两个局的掩护下 因为这个类局和横局 直横局掩护之下 这个马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在那儿配合中炮 可能就发动一个海陆空的全面进攻 狙马炮全面的攻势 他的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可能就是物质损失过大 在这个局面下 后来感觉上 红方还是应该稳步进去 不能急躁 那么兵器禁一是一个实战找法 咱们再给红方想想 有没有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看看有没有 可能感觉是不是先走马三进 先走马三进 黑方能不能打 对 这个实际也是给黑方设下一个小小的圈套 如果现在打掉 红方 马七进五踩掉 出局好像是一个适手的优势 先手 那么泡八瓶九 瓶完九之后 现在给黑方设下一个什么小圈套 就是如果假设黑方好像看到了一个便宜 说我把你马踢回去 再一充足 我的反攻机会就来了 但实际上这样下的话 反而会中红方的埋伏 那么红方很有可能是采取一种 拱兵 先弃后取的手段 那黑方只能吃了 先吃了 红方拘六进二 黑马被捉死了 捉死以后 黑方左翼好像也受牵制 对 因为捉死以后 首先这马吃掉之后 红方中路还是保留着一些攻势 而关键在于 因为没有这个马了 没有这个七路马 无论这个马是在七路还是在盘河 实际对红鞠都有威胁 只要有威胁 这个无根鞠炮是不怕的 不怕被牵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如果马被吃掉的话 这个无根鞠炮今后 如果不出意外 恐怕肯定是要有丢子的嫌疑了 对 所以这个是红方的一种小策略 那么所以这个棋 所以这个棋 感觉上红方可能就是选择 这个更 如果你这时候来踢我 那我可能就冰淇淇淋这么腰队 完了今后的思路 还是跟你对着马 完了把这边的这个鞠炮牵死 这样的话可能更扎实一些 当然这个还有待于大家去再演变 再去研究 那么实战 从实战的心理来说 张蓝天年轻人血气方刚 肯定是希望能 打开局面 对 加快进攻的步伐 但是物质损失过大 你感觉如果这个棋 毕竟黑方在中路已经连补了视像 对你的中路进攻 已经有了防范 对 中路还是黑方比较厚实 结实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中路进攻 并不是一项比较好的选择 可能他也是过高的 估计了自己两个区的站位 和双马的这个冲击力 那么面对黑方堂堂之阵 就选择这样的攻击 恐怕风险也是很大的 有点孤注一掷了 对一定要算得很清楚 对对 那么这个没有办法 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了 就要勇往直前 兵武军继续冲 那么这个局面 刘老师下的 是不是现在黑方能够逐三斤 刘老师还是很机敏 这个棋不能说随手我就又吃一个 这个不行 那就真如红方所愿望 对 如果吃掉的话 马上让红方马七进 这个马脚太宽阔了 这大灯 卧槽 全是棋 而且你看 他这一冲开之后 这个局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来他只是在这边压制着黑方 现在他甚至可以 上二路都打通了 影响黑方两翼的安全 而这个局的作用 今后也会迅速发挥 与我草马配合 那么形成很大的功势 那么这个肯定 刘老师 这个不会了 黑方 足三 进一先冲一步 没有办法 跳马 那么在这个时候 黑方还是不能冲 因为冲了之后 红马依然活跃 那么现在黑方通过判断 这个局 红方的局 确实是比较厉害 因为他配合这个卧槽马 今后有可能很快就要占优了 所以局一平四 腰队 红方对局 对完 就这样 下到这儿 现在红方又面临着一个 比较重要的选择 我是平居 直接威胁这个黑马 我还是退居 向黑方较为薄弱的一侧 展开攻势 如果红方现在平居压马的话 会形成什么样的 如果平居压马 实际上这正是黑方所愿 他可能会采取一种 弃子抢弓 或者弃子 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其他补偿的策略 比如说 如果你现在压马 现在很显然 这马现在没人看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黑方 准备交换 如果你吃马 我泡一打 这个交换 红的没有便宜 但是红方又压动马 又马五斤四 这个时候黑方 有一个炮八斤二的翘手 炮八斤二 那红方 冰三斤一拱一下 拱一下的话 这个骑 它就算 它就算拱掉的话 如果你吃 拱掉我马 马吃马 对 那它有可能就打掉了吧 打掉平兵吃 打掉它马 立退 打掉了 退完了之后 它这鞠在断这线 跟这边的鞠炮足 今后毕竟这边还有一些攻势 所以如果你要拱的话 它有可能就打掉 你吃掉的话 它可能就退回去 你过冰它就 拱八斤六 这样的话和这边 而且这边有马 有可能 你要再吃这子 它可能不要了 它这边就 黑方就展开一些 足以抗衡了 那么如果这时候 你要是用马直接踩 踩着鞠 那么黑方很有可能就 炮先打边一僵 打僵也行 现在打鞠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策略 打一僵它有可能 平炮我要吃下来 对 现在这时候它打过来 你一踩的话 它打回去 这样形成一个红方可能多子 但是黑方多足 位置好的局面 而且红马也有可能 今后被摁住 这样黑方可能是获得 一个弃子战士的一个局面 那么好 这个棋是这样的 在这里 所以红方在这个时候 实战中 张兰天是拒而退而 选择了准备向黑方的侧翼 这个比较薄弱的一侧展开攻势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 那么刘大华老师会如何的应对呢 那么我们大家先可以先看一看 等一会儿再给大家继续的 先休息片刻 然后给大家继续的推进 下定的对局进程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继续来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 黑方好像确实也不怎么好处理 对 但是这个棋 黑方毕竟拥有比较强的 雄厚的物质基础 所以这个时候 刘老师实战是选择了一个 炮八重九的对子的战术 先赶快把鞠量出来 如果他要真能对掉的话 那他现在已经有一过河族的便宜了 这样发展下去 黑方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种盘头马的棋 如果没有鞠的话 那么他这个马炮 威力就很小 对 削弱了不少 但实际这时候 如果就真的这么吃了 好像看着好像很危险 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现在黑的主动进一吃 也可以考虑 那红方马五进七 如果马五进七的话 他这时候可以再平后对局 那红方需要平后降降 然后他进去 如果你铺过槽 铺过槽 他就跑去退役 好像你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样的话 今后他鞠八进三断住的话 也这个棋 他以雄厚的物质力量跟你抗衡 那么只要你不出棋 这个棋还是有点危险的 现在如果红方鞠六进二 好像意思不大 他实在不成的时候 马三推也能对 他跟你对了 你就再随便吃点什么 我就忍了 我这么多东西了 这可能就算了 所以这个棋 当然这个拱也可以 但是刘老师 这个棋下的也是非常的稳健 它是直接平炮 直接平炮腰队 那么这个中路 我也暂时先搁置着 那么红方肯定不能对居 居二平老 抢先将军战线 战位 然后马五进气 其实这时候他还可以 还是可以还原 但是刘老师下的非常 这时候他非常的稳健了 他认为这个棋 已经黑了还可以了 下的这个局面 过了一个组 然后只要我能防散 你无论我进入退炮防也好 现在飞向防也好 只要顶住你的马 我就有反击的机会了 那么刘老师下的很稳健 这个水位来先叠吧 我都根本不让你进 就给你顶住了 那红方现在兵五平六 实战中是兵五平六 但是这招棋 可能就正好给黑方提供了 非常好的一个反击机会 那么兵五平六之后 刘老师走的是Port 1 这个局就位置很差了 所以这个棋 实际上红方前面的进程 到现在为止不是很理想 也就是说刚开始 他这气兵的变化 恐怕没有真正给他带来 更好的一些结果 那么实际这时候 他应该兵三级 如果你现在还退炮打的话 我的居就可以居留进二 看进去 这个兵就不要了 今后争取把这个马在盘上去 然后这边还可以压马吃相 这样可能把局面搞得更混乱一些 死杂一些 虽然这个其中 黑的可能好下巴 但是机会 红方还是有的 还是有一些反 可能在进行争夺的一些机会 那么 兵五平六的话 就把自己的居留给堵死了 直接把他居的前途就给断送了 那么这时候 非常机敏的 抛退一打 这个红居就显得很被动了 实战中是居留退二 实际上可能从后来结果来看 应该是居留退三 它避免了 多一条路 避免了今后人家足三平四的先手 咱们往下摆 大家会看到的 它实战是居留退二了 那么马七进六 气象了 这时候红方也不好意思马上吃 因为人家居八进五以后 这个攻势太强了 如果你现在假设你吃了的话 它居八进五 一桌马 飞个边向 只能保护 它有点问题 它在进额炮怎么办 在进炮 这个马怎么办 这个马有危险 有危险 它有可能只有退马了 只有退马腰队了 如果你对了 它倒无所谓了 它跳上去 然后兵冲一冲 但是问题是人家不跟你对 人家对局了 因为这个棋 黑方的思路就是你盘头马很厉害 我只要把这个鞠给你对掉的话 我今后肯定是黑方多足的一个理想参与 那么你这个兵对我马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我大不了都退回去 我在迂回而出 所以这个棋 实战中 这个张蓝天也并没有选择持相的手段 那么这个棋 现在张蓝天是直接退马腰队了 他还是不希望对局 如果让你抓下一对局 他是很不理想 直接退马腰队 现在黑方只能对了 对掉 然后踩掉 然后黑方 炮打鞭炮 鞭炮发挥了威力 这个马往哪走 这次从心情来说肯定是要往上跳 但可能要老实点回来 可能还能多下一会儿 但是鸿方的马既然出去了就不肯退回来 从那个棋手的一种观性思维来说 肯定是要往前的 勇往直前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是平炮将军 不 先拱 足三平四 大家看到了 如果刚才居在这的话 黑方就少了这样一个身手 他就可以多出腾锣一步棋走别的去 那可能结果会好一点 当然你要是退三 可能黑的也不这么下来 黑的会有别的一些选择 那么这个时候 红方只好让炮平五将军 不是 刘老师这时候发力了 直接晨跑 那边就不要了 都给你了 张兰天一看 这个堵不起 赶快先 老姜先出来 先堵不起 黑方继续 继续 那么这个是逼得张兰天也没有办法 年轻人 我这不能就这么让你下火 进去杀 那么刘老师下边的功法非常的减量 退泡一将 下来了 只有下来了 足四级 直接选择了一个交换的办法 通过交换 他已经看准了 他已经是多足占优了 红方能采吗 只有吃了 只有吃了 不吃姜死了 完了 杀一将 那么下一步棋 黑方走得非常的老道 因为现在大家看 这个马肯定是互相交换了 但是刘老师现在顾及到什么问题 中路的问题 你看 同样是中炮 现在这个局面 实际上红炮的威力更大 对 黑炮已经失去目标了 因为人家老帅跑了 那么这个时候 刘老师借助杀招 腾罗 你的威力比我大好 我给你调开 这非常的细 黑方只能套平 这是杀法 这个只好来阻拦 那么这个时候 他再来回头吃掉 那么只有交换 黑方再消灭一兵 下到这儿 黑方已经确立了 盛世 多足的优势 那么红方将军 黑方点击先看准了 你对吧 对完了 我多这么多兵 我就赢了 刘老师下的挺稳健的 如果我的话 我就落势 落势的话 也感觉 毕竟这边炮吊着 你有一些心理不快 那么这时候退 那么下一招 实际上黑方 现在已经是盛世了 那么刘老师下的很稳健 实际这时候 你就走这个就可以了 他担心他走什么 他也没什么担心 实际他走这个 可能你躲开 鞠我再一瓶 你不知道可能退一 我一瓶足 这肯定是黑的好 但是刘老师 可能想转而中度进攻 退炮了 也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选择 像这样的骑 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多一点 只要没有大的输了 应该是黑方赢的机会已经来了 对 那么吃掉 杀 橘子平色 按保 那么泡八平气挡住 黑方这个炮应该躲开了 对 现在是躲开 躲了一步 躲了一步之后 红方这个骑也没有什么好下的 先把相吃了 先把相吃了 黑方骑是不是应该上 长起来了 嗯 长起来了 红方退骑 吃兵 黑方进足 红方这数好像是骑三平一 杀掉 骑三平一 黑方继续 黑方继续 那么红方是桌了一下吧 局一平五 局一平五一桌 足五平六 足五平六 让开 红方摔六平五 摔六平五 嗯 现在这个局面就是成双炮对双炮牵制的 但是这个足太厉害了 这个足太厉害了 那么红方是不是在这晃了一下 对 好像是晃了一下 晃了一下 它是抢检时间 对 然后是 然后局五平九 局五平九 赶紧 吃足 想这个叫沙 叫沙 黑方将军 局三平五叫江 红方 炮二平五 炮二平五继续叫沙 黑方 四剑 红方 局九平将军 平炮 平炮 挡住 嗯 局六平四 要不就是冲下来了 嗯 局六平四 主六平七 在这里好像又来回捉了几下 捉了几下 但是这个成捉是不行的 嗯 要犯规的 嗯 这个红方是要变招 嗯 红方是退帅 退帅 退帅 红方的想法是 嗯 他是准备退市 然后再 平炮将军 平炮将军了 黑方 炮八平 黑方平炮的目的呢 不让他落市 你落市一将军中炮 没了 嗯 然后 红方 下五平四 下五平四 黑方继续 组七进一 组七进一 四六退五 四六退五 他还是想 那个在这个位置 做点文章 那么来不及了 较将 较将 因为黑方那个足太快了 离 率都太逼近 完了还逼着红方 离得更近点 他这上将 炮四进六 炮四进六一将 四五进六 四五进六 退炮将将 退炮一将 下去 居五平九 又是叫杀 又是叫杀 这个棋 红方真是挺难办的了 怎么办 炮五退二 手一下 唯一的一招 那么 会不会绝点下来 嗯 不用 他现在炮四进一 继续叫将 将军 炮五进四 炮五进四 这个棋 应该是 一将 上 一上 嗯 一退 实际上这个时候 实战中 刘老师把相吃了 也赢了 但是这时候 实际黑方有更快的下法 可能当时比赛 其实还是有求稳的心理 其实这时候 有更快的下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退一将 将 他继续下来 下来 然后再进一将 飞向 嗯 好 再一将 退炮 那一充足就赢了 哦 这样是马上漏局了 对 如果你要落相 说我不让你充足 那人把炮白吃了 对 这个 就多止了 你电炮呢 我这马上就一充 就绝相了 你要 你要再进 再平平 再平平 这个就 很简明的 就入局了 嗯 当然了 这个棋已经是盛势了 估计刘老师当时也是 稳健 一将求稳为主 稳妥是第一的 安全第一 先去吃相 当然这个棋红方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四瓶棋 保住 嗯 黑方平局 一瓶 完了 泡平就对炮 一对炮 对炮以后呢 那么黑方退 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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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僵尸退 嗯 僵尸退 然后他就打掉 打掉 他就挑 稳得 比较 就稳着下了 反正我就确保 盛势 对 我确保盛势 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个棋呢 黑方 局五瓶是吃室 局五瓶 四一吃室 这个洪方 那么下到这儿呢 这个张文天一看 这个棋已经没有在 抵抗的必要了 因为自己的兵离的老远 也没有威胁 人家已经兵临城下了 所以呢 这个棋到这儿 黑方 洪方就认负了 那么从这盘棋的过程来看 就是刘老师在布局选择上是很有讲究的 战略战术 战略战术 他回避了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炮尔进一和马七进六盘和马的这个变化 走了一个较为老式的不像 使那个形势更趋于复杂 对 形势更趋于复杂 他那么给洪方这个年轻的棋手呢 引进了一个陌生的一个阵型 在这个阵型中呢 反正我个人的体会就感觉这个骑兵的时候 似乎是马三进五 洪方呢就是中局的时候好像进完中兵以后呢 中局没有处理好 对 处理好的话应该是有些那个 还是应该有一些机会 就比如说刚才如果不走兵五平六 如果走兵三进一的话 可能局面会更复杂一些 因为年轻棋手呢 对这个布局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他中局呢 容易犯那些比较错误 对 不够老到 还需要这个磨练 那么刚才那招如果要能退三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小变化 退二最后被人家这个利用了 那么后边呢 刘老师走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好 这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